薛娃子的唐叔今天的生日,他到那里去吃饭。 这时来到叔叔家,叔叔他们都忙着做饭。 土鸭子忙完了,就聚在那里休息。 卤的猪头,黄黄的,挺新鲜,看起来都有食欲。 唐哥和阿姨忙个不停。 炒的菜都用柴火,肯定很美味。 很快做了一桌美味的菜,样样都是好吃的,又充足。 薛娃子吃得津津有味,想吃的菜自己家。 饭吃好了就回家,看那样子好高兴,美味的菜吃得很舒服。 他慢吞吞地坐在凳子上,今天唐叔的生日,我吃得真爽,喝得也充足。 他在那里说,唐叔过生日,我又不方便敬酒, 那就在这里祝唐叔生日快乐,寿比南山,永远健康。 我吃的太饱了,在巴子里转一转,消换一下。